中台杜蘇瑞席台当时 台南安平渔港风雨强劲 渔船摇晃突然 一艘705吨远洋渔船 180度摆动 撞到两艘游艇一艘风帆 原来是缆绳被吹断了 只好拿游艇用的缆绳 拿了好几捆去细那一艘 南杆这边都已经压化了 将近二十名人员风雨中冒险 把肇事船只固定好 避免再次失控 波及附近二十艘船 而自己的船只却出现受损 甚至进水 肇事船主接获消息赶到现场 不过台南市政府三号召开协调会 肇事船方的律师却这么说 这一句话让受害船方相当不能接受 质疑势在谢泽 船主直接带着律师上船查看受损部分 希望肇事与船可以负起责任 然后我会将这个协调会的结果 我们再回去跟我的委托人那边 做一个讨论 一场台风造成多艘要价不菲的船只碰撞 如今双方各职一词 将请第三方鉴定理清赵泽 华视新闻刘瀚孙 蔡孟居秋显熟台南报导 哈喽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